中共二十大日期有新消息 政评人盘点总理人选 楼市难救活 还经地产行业又入冬 华为任正非指 未来三年始求全活 汽油价格下降 美政府能松一口气吗 行业称高度依赖中俄 可能使欧洲最大经济体衰退 学者称中共试图控制世界互联网 那可能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一 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24日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共二十大会议的日期临近 香港媒体《明报》发布消息 指出按照以往惯例 二十大会在10月份开始 这样最迟在下周的政治局会议后 北京政府将公布二十大召开的具体日期 《明报》8月23日的报导指出 中共当局一般会提前一个月公布二十大的开会时间 如果在10月份开幕 北京在9月份会发布日期 在过去 北京没有在10月初假期期间开会的记录 因此会议的时间点可能会在10月7日以后的某个时间段 中共二十大党代会临近高层的人事报局备受关注 而中共也正在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 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失粗 年轻人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 南美流引法国地扣房者断供 银行欺诈案引起的民怨和抗议加强 国内社会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 近日 正平人盘点了二十大中共总理的可能人选 美国之音报导指出 如果按照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规则 栗战书和韩正可能会出告 而填补这两个空缺的人选 较多猜测集中响宴任政治局委员的副总理胡春华 中办主任丁薛祥 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其中胡春华被认为入常机会最大 并成为下届中国总理的有力竞争者 时评人士特·核文分析 栗战书就是从中办主任这个位置入位的 因此将丁薛祥提拔到上位中纪委主任的可能性较大 但核文不看好李强入常 而前中央情报局中国政治分析师张克思认为 陈敏尔虽然有潜力上位 但如果只有两个空缺 入常机会也不大 前高达尼亚总理 主持揭备中共二十大的陆黑文认为 胡春华可能比汪洋更强 他的更强条件包括 他有副总理省委书记的经历 59岁的年龄优势显著 还有接班人避胎的地位 加上最近在人民日报发表大篇幅 赞扬习近平三龙政策的文章 被认为已经成为习近平的准亲信 但核文就认为 胡春华年纪较轻的优点可能成为弱点 大家认为他年轻 进政治局常委的机会有的事 对于胡春华那篇文章 邓核文表示 这样完全不讲明什么问题 作为主管三龙工作的副总理 写一篇赞扬习近平三龙工作的文章 完全符合中共内部作业的标准程序 为提振危机不断升级的房地产 稳定经济 中共央行再度降息 被视为明显的稳定地产政策信号 但地产行业的危机还在加剧 大陆媒体报道指出 作为房价连续19个月下跌 还经地区业主信心全无 很多人等待时机抛售手中的物业 由于临近北京并房价低廉 何不浪芳的现交等地 曾经是炒房客的业门选择 但现在当地房价急转值下 朗芳乃至整个环境地区 楼市都经历了一轮大幅调整 中国新闻周刊8月22日报道 由于中国楼市大幅下滑 多个城市相计松绑楼市调控政策 2022年6月17日 朗芳市发布支持房地产业六条政策措施 联中二手房一家门店的中介肖明说 政策发布后7月份看访的人突然增多 市场热度飙升 但是进入8月份 房客好像一下子消失了 突然没什么人来看访了 8月至今成交的房屋只有个位数 市场又有入东的感觉 中国人民大学各法院城市 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方偉大表示 当前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 市场陷入深度博弈中 行业仍然认为短期内 廊坊楼市大涨并不现实 中指研究院监测显示 2022年7月 廊坊市新建商品住宅 成交1,215套 还比下降50.9% 同比下降16.9% 连续19个月下跌 固安金融街用府置业顾问表示 他们项目是在2021年6月拿地 楼面地价近6,000元一平方 现在项目卖12,000元一平方左右 计上建杆成本 以及资金成本、人力成本、税费成本等 成了规本卖房 8月23日 大陆媒体《第一财经》报道指出 华为近日再度发布过紧日子的内部通知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发布文章指出 目前的大环境需要华为改变经营思路 在未来三年 华为需要收缩关闭所有边缘的业务 只求生存 华为任正非说 在未来不能再有太过乐观的预期 明年到2025年 一定需要将活下去作为最主要的纲领 为了提升盈利和现金流 需要收缩一切其他的业务 华为明后两年到底能不能得位 现在还不敢确定 因此要求员工不要有幻想 华为公司在近年以来 遭到美、英等国政府的连环制裁打击 导致海外业务明显收窄 目前企业的市场被局限在中国境内 海外的智能手机市场全面消失 这样导致华为正在采取一切途径求生 自去年以来 华为被指挤入智能造车、养猪、滑矿等多种行业 试图谋求生存 近期油价的确出现下滑趋势 但白工无法调以轻心 行业一直在担心汽油价格会继续上涨 有分析指,目前美国政府对于控制油价 并没有什么好的对策 根据财政部的一项分析 白工此前决定从战略石油储备中 释放1.8亿桶原油进入市场 带来了13至31美分的降价 其他国家释放战略储备原油的做法 带来了11美分的降价 CNBC等媒体指出,有石油交易商、行业高管 和前政府官员警告说 如果原油产能与东欧战争问题无法解决 汽油价格很容易再次上涨 也有美国官员表示 原油价格可能会再次上涨 新的转井平台可能需要数月或数年才能啟动和运行 到目前为止 白工仍然在与链油厂进行定期对话 试图保持生产并让关闭的链油厂恢复 最近BPF能源公司 在新泽西州的一家链油厂重新生产 这样将增加每日5万桶的产能 能源价格高企 中国需求放缓、供应链中断 都导致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德国受到影响 德国联邦银行8月22日发布警告称 德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通货膨胀率恐向今年秋天超过10%的封值 有智库认为德国削弱对中俄经济依赖的做法 已经迫在眉睫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 德国制造业近年有四大引擎 开放全球贸易、中国需求激增、高后国内劳动力 以及廉价的俄罗斯能源 但是现在这四个领域都出现了问题 贸易平颈、疫情和俄乌战争破坏了供应链 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 劳动力步入老年化并开始萎缩 这导致德国外资企业亦受到打击 同时德国本国的劳动力亦因为人口老年化 可能在未来10年减少500万左右 德国经济研究所认为 在近年德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现象正不断加剧 因此要求实现政策转向 减少对抗大在华业务的刺激与鼓励 该研究所建议 德国需要与其他新兴经济体 特别是亚洲的其他经济体 发展贸易和投资关系 美国社会学者密克格里昂·康文说 中共试图控制世界互联网 但从技术上说,这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其他国家和科技大公司 认同中共的做法 这样世界的互联网 就会更像中共的互联网了 格里昂在英文大纪元赞文表示 每年中共网信办都会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 雍虽然这个会议看似没什么影响 但在以往,英特尔总裁帕特·格尔辛格 特斯拉总裁埃罗马斯克等知名人士 都曾到访 格里昂说,他在中国生活过 经历过北京的统治 在中国,公民受到非常严密的监控 网络活动被彻底审查 现在北京企图创造一个世界 每个政府都以类似的方式审查其公民 因此才有世界互联网大会 大西洋理事会、网络自国昌耳的研究员谢以曼认为 中共希望完全取消多头自理互联网的方式 还想创建一个允许政府完全控制互联网的系统 尽管从技术上说,中共无法控制互联网 但是它可以通过脅迫和造谣来传播其思想 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有影响力的科技大亨 认同中共的模式 这样互联网就会开始更似中共的互联网 这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